在國民黨軍中,整編74師,新一軍、新六軍、第十八軍整編十一師和第五軍,號稱五大王牌軍,唯名赫赫。 但是,在解放戰爭短短三年之中,全部毀滅,其中,整編74師,第一個被監獄孟良故,接著新一軍、新六軍在東北戰場被翼王打盡,然後整編十一師,再雙堆集拳接,最後只剩下邱清拳第五軍。 在永城的城關庄一带被包圍,第五軍一直是華野一眾的死對頭,對於這一支凶狠的王牌軍,一眾和華野花了不少工夫想見面他。 在舉起戰役中,一眾把他打得領獎殘百,但還是沒把他調出了全街。 懷海戰役開始後,他東元皇把他一眾在廊山、古山祖基,他發現大事不妙,屁股一轉,送回徐州,逃過一劫。 以後,在徐州突然難逃時,他又在金埔縣上遭到一種阻擊,又跑掉了。 但是,這一次,他在永城東北的城關庄一带,被一眾死死包圍,再也跑不掉了。 一眾司令員燕妃說,他惡冠滿盈,到了最後滅亡的時候了。 第五軍被圍後,內無良草,外無援兵,連日大雪,空投中斷,大帝士兵凍死餓死。 可是敵球球侵權仍然拒絕投降。 1949年1月6日下午,解放軍隊成關庄之敵,發起了最后總攻。 一眾三師負責消滅第五軍,七天黃昏,三師發起了總攻。 但是,正面之敵,第五軍四十五師強烈抵抗。 三師師長陳挺說,必須堅決可要這塊硬骨頭,下令,三個團攻擊前進。 經過反覆爭奪,一個銀洩入敵主人防禦陣地,敵人震驚了,立即反覆。 最後,這個銀打的只剩幾十個人,然然堅定不移,寸土不讓。 經過兩週夜的激戰,三師傷亡不小,但敵損失更大,到處是敵師成堆。 可是,三師銳氣不減,八團越過羅河地後一直往前打。 七團游戏被攻擊前進,兩個團形成一個強力的前行攻勢。 敵人終於不得不低下頭來了,深夜十一點多鐘。 七團政委報告事部,在一營對岸,爬出一個人,打著白旗,自稱是敵第五軍四十五師新聞市主任,要求接下談判。 陳挺師長用鉛筆在地圖上畫了一個紅色人圈,說,敵人動搖了,我們要勇猛地殺進去,迫使敵人更快爆下武器。 十二點鐘左右,七團政委又來電話說,敵次事務師提出了四個條件。 一,保證生命安全。 二,保護私人財產。 三,作為起義部隊對待,方給回鄉證明書。 四,允許解假歸田。 陳師長說,除了護惡不缺的戰犯以外,只要爆下武器,一律不就既往。 但有一條,必須立即停止抵抗,並在凌晨三點鐘前全部放下武器,否則就全部消滅。 於是,施政支部的人員緊張起來了,紛紛趕去前沿,一邊喊話,一邊組織部隊準備受降。 可是,他們到陣前一喊話,敵兵不得掌握下命令,就承搬城爬放下武器,跑過來了。 陳挺和正偉邱香田也走出了市指揮所,再一凸,樹下坐下。 這時,七團正偉領來五個身穿士兵年大衣,提着大皮包的敵軍官。 他指著一個大個子說,他就是第五軍四十五師崔師長。 想見首長,他們見到陳挺,站立著,醫師沒有說話。 陳挺師長嚴正地對敵師長說,戰局已經非常明顯了,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條,你們立即放下武器投降。 這關係一個是人馬的性命安全,你是醫師之長,應該被他們著想。 抵師長卻達非所問,我們這次失敗,是戰略上的失敗,不是戰術上的失敗,什麼戰略戰術? 陳師長說,你們反人民,失敗早就注定了,不管什麼戰略戰術,都要完蛋。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,又起起起一二字,陳師長猛然站了起來。 李聲賀道,只有無條件放下武器,才能得到人民的寬大。 這是一片火光,燒轟了戰地的夜空。 炮聲,吼聲在咆哮,胡笑。 三師已經完成了最後監敵的戰鬥準備。 秋香前政委也說,你們只有馬上投降,才有勝路。 抵師長默默地低下頭,半賞才說,我們部隊過來以後,請長官們饒恕一點。 隨著俯小的到來,第四十五師就全部投降了。 在三師的猛烈攻擊下,第五軍其他兩個師,消滅的消滅,投降的投降,很快也完蛋了。 結果,敵老軍長秋清前級的神經錯亂,在戰場上發了風,亂跳亂舞,最後把槍自槍。 這一天是1949年1月10日,蔣介石醉,後裔軍王牌軍第五軍就這樣全部覆滅了。 相比较而言,第五軍最後被撤,與其他王牌軍不同,是五個王牌軍中,唯一一個整式投降的軍。 倒吃,你看到了。 我們的第一軍個人,是8月10月18日,你不想戴啦。 但我先認為自己的朋友,我先不想戴。 你不想戴什麼事,你不想戴啦。 你不想戴,不要對,再說。 要我,先讓你戴上重新的。 然後又努力拉本來,實在是。 你不是施衝,不想戴。